自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拜登于上周发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后 外界纷纷猜测美中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沟通将会在近期发生 大家没有等到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 而是两国领导人纷纷派出急先锋打了个前站 2月6号星期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话 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双方的第一次高层对话 两位外交使臣在通话中就一些热点问题互相交换了看法 这其中有共识 但更多的是意见相左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位都说了什么 折射出了现如今美中关系的哪些癥结 中国外交部在公布这一消息时 表明了杨洁篪应约同布林肯通电话 从而我们可以得知 这是一次由美方主动发起的电话连线 不过根据美方的报道 实际上在布林肯与杨洁篪通话之前 已经在上周五2月5号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长 举行了网络电话会 内容涉及到伊朗、中国、俄罗斯、缅甸、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 这次电话会议也是美国与欧洲三大主要盟国在近三年来的第一次外长级会议 会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 四国外长们在处理安全、气候、经济、健康和其他世界棘手问题上 确定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地位 普莱斯还说 布林肯向欧洲盟国们强调了美国对采取协调行动 克服全球面临挑战的决心 我们回到这次的美中高层对话 根据消息透露 布林肯与杨洁篪的这次通话中提到了诸多重大问题 例如中国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遭遇 香港镇压民主派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发展 美中贸易问题 印太地区安全 缅甸军事政变等 不过两国媒体在针对这次谈话的报道 却呈现了不太一样的措辞 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上 用了大量的篇幅陈述杨洁篪在通话中的观点 比如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 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鸣的精神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中美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和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 各自办好自己国家的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当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香港、新疆、西藏等事务均为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应当维护 从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来看 布林肯只对一个中国政策有所表态 即美国在这一政策的立场没有变化 不过在美国方面的新闻通告上 似乎内容更加丰富一些 根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的透露 布林肯向杨洁篪传达了对中国农历新年的最佳住院的同时 还表示 美国将持续为人权及民主价值挺身而出 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还要求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 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 捍卫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向中国威胁印太稳定 包括在台湾海峡的行为 以及向中国削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行为问责 由此可见 两国对于这次切磋向外透露的信息完全不一致 仿佛这不是一场发生在两人身上的对话 而在国际媒体层面 对于美中之间的这次高层对话 也呈现出不同的角度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 布林肯在首次电话中批评中国 而在他此番警告中国之前 拜登当局已经在过去两周发出一系列强硬的讲话 显示新一届美国总统有意对北京采取鹰派政策 半岛电视台报道中 提及布林肯被提名担任美国国务卿 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表示 美国将继续对中国强硬 称这是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罕见的一致之处 美国有线新闻CNN的报道 着重于中国方面的说辞 称杨洁篪面对美国新任国务卿态度强硬 中国国际电视CGTN在标题中直接引述杨洁篪的话 各自办好自己的事 在许多媒体报道中 美中两国的外交官员 在拜登上任后的首次对话中 无论是涉及中国的人权问题 还是国际间关注的缅甸局势问题 都各执一词 没有显示出任何关系和缓的迹象 而这一局面 与杨洁篪在与布林肯通话之前的另一番讲话中 对中美关系的希望有相当大的距离 杨洁篪此前在2月2号 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视频对话时 向美国喊话 希望两国构建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模式 而现如今可能会发现 两国新议论的外交路 似乎难度更加升级 挑战更加严峻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